作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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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有什麼比大地更遼闊 也高過無盡的藏丘 有什麼比大海更深遠 有什麼更偉大 是什麼照亮我的心 也融化破碎的心靈 是什麼將我最吸盡 是什麼更偉大 是你的慈愛 是你的憐憫 每一天更新 不知心 是你的話語 在你的同在裡 你的愛 永不惜 耶穌 有什麼比大地更遼闊 也高過無盡的藏丘 也高過無盡的藏丘 有什麼比大海更深遠 有什麼更偉大 有什麼更偉大 是我的心 也融化破碎的心靈 是什麼 將我最吸盡 是什麼 各位的 是彼此爱 是你的怜悯 被一点更新 不知心 是你话语 在你同在里 你的爱 永不惜耶稣 有什么 比大地更辽阔 也高过 无尽的苍穹 有什么 比大海更深远 有什么 更伟大 是什么 照亮我的心 也融化 破碎的心灵 是什么 将我最吸尽 是什么 更伟大 是彼此爱 是彼此爱 是你的怜悯 被一点更新 不知心 是你话语 在你同在里 你的爱 永不惜 是你的爱 永不惜 是你自爱 是你的怜悯 是你的怜悯 被一点更新 不知心 是你话语 在你同在里 在你同在里 你的爱 永不惜耶稣 耶稣 神不会忘记你所祷告的 神不会忘记你所祷告的 有的人不相信祷告 为什么 也许有一个原因 就是觉得祷告不灵 虽然花时间祷告了 可是 神并没有答应我的请求 没有给予我想要的 关于神是否回应你的祷告 有三件事 也许是你需要知道的 这样 你就不会太挫折了 首先 你要了解 神当然听见你的祷告 有的时候 神立刻应允你 可是有的时候 神觉得这个时间点不是最好的 所以神没有立刻答应 有的时候神觉得 这个对你不好 所以他没有垂听 面对一些小事 人们通常也不会过度的在意 可是在人生的旅程中 总是会有一些事 一些人是你放不下的 你不要担心神 没有听见你的祷告 在这个过程中 也许我们所需要的 就是继续的祷告 祈求 祈求再祷告 有的时候一个人愿意被改变 也不是那么容易 神赐给人有自由意志 神并不强迫任何人来相信他 可是神期待人们 要更多的来转向他 走在神为你祝福的道路里 当一个人还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 信靠神的时候 神就常常会使用一些人 借着他们坚持 不放弃的祷告 不灰心的祷告 直到他们的祷告得到应允 直到他们的生命里得到转变 这也是伟大的神迹 有一个伟大的圣徒叫做奥古斯丁 他写了著名的《忏悔录》 还有《上帝之城》 人们非常的尊敬他 可是你知道 这位伟大的圣徒 在他17岁的时候 他就离家出走 他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可是他的母亲 不断的为他祷告再祷告 流了许多的泪水 将近20年 神没有忘记这个母亲的祷告 奥古斯丁终于悔改 信主 他经历了极大的转变 后来被上帝大大的使用 一直到他离世之后 人们还在他的名字前面 加一个圣 他被尊称为圣奥古斯丁 你所祷告的就像这个母亲 祷告了20年 看起来好像神没有立刻垂听 可是其实神并没有忘记 我们所祷告的 只是神在等候这个孩子 这个浪子要回头 神给他时间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 我们要继续的相信 神他一定会垂听 有另外一个人称为孤儿之父的 乔治穆勒 他也是这样 他曾经为着他五个朋友来祷告 祷告了好久 都没有垂听 第一个很快的在几个月后信主 第二个朋友 第三个朋友 在十年内也信主 第四个朋友 经过了25年才信主 而第五个朋友 是在52年以后 他才信耶稣 可是乔治穆勒 他并没有因此灰心 他说 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 问题是在于我们信心的不足 所以有的时候 在我们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等候 其实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你要相信 神有他的时候 神不会忘记你所祷告的 你要继续的祷告 继续的相信 主说你们要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神纪念你的祷告 神纪念你的呼求 所以当你不灰心 不放弃 你一定会经历神迹 奇迹要发生 在你的生命里面 要记得 有的时候 神他立即的垂听你的祷告 有的时候 神会晚一点 因为神觉得 这个时间点不是最好的 你要等候神的时间 可是当神没有垂听的时候 不代表神不爱你 而是神觉得 这个对你不好 让我们将来信靠神 把你一切所需要的 告诉神 神他爱你 他不会忘记 你所祷告的 他不会忘记 你所祷告的 他不会忘记 他不会忘记 他不会忘记